02年夏天 姚明以NBA状元秀的身份飞跃太平洋入主秀斯顿 NBA毫不吝啬地将这一年称作姚明年 与此同时 在那个亚洲体育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里 一件不被人注意的事情是 年仅15岁的易建联在CBA广东队 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时候所有人都不会知道 仿佛如命中注定一般 易建联的职业生涯也如同这一年 在辉煌的末尾登场 华丽却稍有黯淡 美妙中却少了几分运气 5年之后的2007年 易建联以首轮第六顺位 登陆NBA密尔瓦基公路队 有了姚明的开路 易建联凭借极佳的天赋 在选秀之路上走得十分顺畅 他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进入NBA选秀大会 现场小绿屋的中国球员 从广东的咒语 到密尔瓦基的冷血 20岁的易建联 和数以一级的华人球迷 却毫无含义 反而如伙伴热烈 人们期待着 易建联能像老大哥姚明一样 在NBA打出名堂 打出漂亮的数据 进入全明星阵容 易建联在07年的选秀报告上 这样写道 他的控球能力不错 可以通过控球 摆脱对方的防守 有出色的篮下终结和快攻能力 基本攻扎实 篮球智商和球场意识 中规中矩 他的移动速度出色 有一手20尺中投 协防意识也不错 虽然没有多少扎实的低位脚步 但却有一手翻身投篮 丰富得分手段 易建联的缺点是 缺乏上肢力量 没有三分球能力 实际掌控不算好 自信心容易动摇 从选秀来看 易建联的优点大于缺点 NBA对他的期望还是很高的 毕竟他有着 亚洲人罕见的身体素质 2米1的身高 2米24的臂展 并且还有投篮能力 这对于一名20岁的球员来说 也是极为难得的 尤其是他那 超越了肤色的跑跳能力 还没进NBA之前 阿联曾随中国南篮 参加07年NBA夏季联赛 面对克里夫兰骑士 最后时刻 易建联接到孙悦传球 一记中距离打板绝杀 令人对其未来浮想联翩 那个时候 大众媒体普遍认为 易建联的模板是德克·能威士忌 然而官方给出的选秀模板 则是Paul Gasol 一个同样身体素质出色 并且拥有一定投篮能力的 外籍大前锋 然而易建联在其NBA生涯中 并不如德克或是Gasol那样的 进攻天才 他能跳投 但投篮速率偏慢 并且生涯早期 动作连接并不算流畅 也没有多少个人英雄主义时的 单打和强攻 传球意识和蹭影球能力 也不够好 但易建联在除个人进攻之外的方面 表现得无比努力 他努力地在上线 给队友做掩护 随即教科术师的那些 他触球不多 但不拖累球队 并将精力集中在防守端 也得益于身体素质和硬度 易建联在防守端的表现 也曾得到过主教练的嘉奖 认为他拥有很好的防守天赋 在NBA菜鸟阶段的前半段 易建联在公路表现非常出色 很快便取代了维拉牛瓦成为首发 生涯首秀五投四中 得到九分三篮板凉火锅 但也因为拼得太狠 导致六次犯规离场 公路生涯第三战 易建联砍下十六分八篮板 然后开启了一波 连续四场得分上双的精彩表演 姚明称赞易建联说 如果你看过我的前三场比赛 你就知道易建联的表现比我好多了 姚明此言不虚 他在NBA的前五场比赛 有两场零分 一场两分 一场三分 对比之下 易建联的前几场比赛表现得更好 07年11月10号 新秀易建联随队前往休斯顿 挑战姚明的火箭队 这是第一次姚翼对决 当年中国大陆共19家电视台 三家网站进行转播 据NBA官方统计 有超过2.5亿的观众 观看了这场比赛 姚明全场贡献28分10篮板 易建联19分9篮板 据说这一战是迄今为止 NBA单场收视率最高纪录 也是华人篮球在NBA的巅峰之夜 火箭球星T-Mac这样评价 那时候的易建联 他在联盟中将有巨大的进步 半个月后 易建联完成了 在Dirk头上灌篮的知名场面 教练Del Harris说 易建联是在NBA中 最具运动性的七十常人 接着 易建联在公路几百灰狼的比赛中 拿下了NBA生涯 第一个20家得分 07年12月22号 也就是差不多 易建联完成CBA首秀五年后 他在NBA新秀赛季 对阵下老子山猫 不可思议的前12头全中 最终17头14中 红下29分 10篮板三超节 赛季个人最高 NBA生涯第一场两双 在08年的新年到来之前 易建联已经有16场比赛 得分上双 在那一年的12月 易建联场均拿到12.1分 6.6篮板 两项数据都位居新秀榜第二位 50.3%的投篮命中率 高居新秀榜之首 阿联也因此被选为 07年12月的东部月最佳新秀 而当月西部月最佳新秀 则是Kevin Durant 在菜鸟赛季的前半段 易建联打出了 人们期待中的样子 当然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赛季后半段的易建联 因为一连串的伤病原因 表现开始迅速下滑 并且在公路中的角色 逐渐边缘化 主教练经常将他 放在替补机上 出场时间也大幅减少 易建联的单场得分 开始有走在5分左右 甚至曾经在连续四场里 交出三场零分的表现 这表明了公路并没有将易建联 是做球队长期计划里的一部分 整个07-08赛季 易建联出战了66场比赛 长均8.6分5.2篮板 这对一名第六升位的新秀来说 是不理想的 对比他的模板 Pogasso新秀赛季的 长均17分9篮板的 准两伤数据更显无力 伤病问题 对身体素质出众的易建联的影响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他有着精彩如繁花的开局 但却在赛季后期急速坠落 甚至在赛季结束 公路迅速将易建联交易到了篮网队 接下来的08年奥运会上 易建联在和德国队的生死比赛中 命中了关键跳投 将中国队送进前八 那届奥运会 易建联得分全队第二 还是中国男篮的防守篮板和超节王 国际赛场上的表现 再次体现了易建联的技术特点 他没有顶级的进攻技术 但却在努力地拼抢篮板球 做好防守 挡拆 超节 这些重要的小事 08年夏天回到NBA后 易建联做了个神奇的转型 当时的篮网想要打空间形进攻 教练团对内线球员的投篮能力 有很高的要求 易建联虽然不擅长三分远投 NBA第一年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是29% 整个赛季三分球21投6中 但阿联从那个赛季开始 他苦练三分 生涯第二个赛季 三分球140投48中 命中率34% 接下来一个赛季 他场均12分7.2篮板 三分命中率36.6% 易建联的模板们 Darkton Whiskey是个天生的投手 他有着极佳手感 生涯三分球命中率高达38% 而炮盖宋则完全不具备三分远投能力 而且并不打算开发这项技术 盖宋凭借着自己的超长长臂 和低位技巧 足以在内线砍下20分 然而对易建联这样一个 并非是天生射手型的球员而言 练出这些并不容易 但他撑了下来 纵观其NBA生涯 易建联不是个多样的单打手 也不是个出色的组织者 他没有Dark那么柔和的 经济独立后仰投篮 也没有梦幻步伐或天沟 Gasso那样的低位技术 他也无法达到炉火纯青 易建联是个从传统体育体制 经过层层选拔下走出来的球员 但不可否认的是 易建联依然是个优秀的得分手 而他所依靠的是身高 移动 弹跳 以及苦练 比平常人想象中更艰难的苦练 易建联在要位之后的 反身后仰投篮 和挡拆切出后的 接球中距离投篮 体现的更多的是扎实和规范 而这都是他苦练而来的 观察过易建联的罚球就能明白 他罚球前置动作很多 动作速率不快 但是扎实 这让他职业生涯 前三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 能保持在80%左右 自从出道以来 易建联的篮球智商 往往会被人诟病 哪怕在亚洲级的比赛 他的打法没有太多变化 而连拒绝一切 投机取巧的打法 直到生涯结束时 他依然保持着 比赛前三个小时 到球馆训练的习惯 易建联拥有三样看家本领 跳投 假动作后右手运球突破 低位被打抢起 虽然看上去很容易针对 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里 易建联因此把这三板斧 练到了极致 易建联的职业生涯 也远没有Dirk和Gasso那样顺畅 伤病从他进入联盟之初 一直缠绕在他身上 08-09赛季易建联弄伤了手指 确诊20场比赛 在接下来 他职业生涯表现最好的 09-10赛季 他又遭遇韧带 脚踝等一系列伤病 确诊了30场 这让球队对易建联的前景 没有信心 他也因此从未在一支队伍 效力过三年以上 他的NBA生涯 停留在了五个赛季 这五年分别出战了 66场 61场 52场 63场和30场 新秀赛季就是易建联 出情率最高的赛季 而对易建联的NBA生涯 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球风 中远距离投篮 是他的看家法宝 但在那个不相信 空间形四号位的年代 一如他的两位模板一样 易建联也曾被贴上软的标签 在NBA的五个赛季里 易建联有超过50%的出手 是在16英尺以外的地方出手 而篮下禁区内的出手 仅仅占到25% 这和他2米1的身高 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画面 这样偏软的球风 加上偏内向的性格 让易建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始终无法在球队里 担当起球队领袖 他安静内敛的东方性格 在城上自由的美国 显得格格不入 他总是更衣室里 最安静的那个人 而体现易建联风格和球风 最典型的一场比赛 是在09年的亚锦赛决赛 那是易建联 结果姚明手中 中国南篮大棋后的 第一次国际比赛 他碰上了伊朗队 而伊朗的领军人物哈达迪 在07年曾率队夺得 国家队的首个南篮亚洲冠军 他也在08年和NBA灰熊队签约 成为伊朗本土培养的 第一位NBA球员 如日中天的伊朗 在决赛中让中国南篮吃了大亏 在那场冠军生死战中 面对易建联左侧45度的远头 哈达迪直接选择放空他 甚至做出请投篮的羞辱动作 重亡败扣 这个片段因为中国南篮的 亚锦赛丢冠而被无限放大 也让易建联感受到了 竞技体育的残酷 本以身体素质出众健常的易建联 从此被冠上了软脚下的称号 直到2015年长沙亚锦赛决赛 易建联以大哥姿态为赵纪伟出头 怒腿哈达迪 隔扣伊朗球员 为中国南篮拿回亚洲冠军 并在之后的数解国际大赛中 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和领袖担当 才成功甩掉软的标签 虽然易建联从未取得过 如Dirk和Gasson那样的成就 但在被质疑软这一点上 他和那两位伟大大前锋的生涯 则是相似的 Dirk在07年的MVP赛季 被勇士老爸逆袭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以及软的标签 而Gasson在08年总决赛上 被KG压制 让世人为他送上了同样的软称号 但一如后来复仇成功的易建联一样 Dirk在11年率队 击败了座庸三巨头的热火 Gasson在10年决赛奉献出超强表现 把KG打得连连败退 成为胡人夺冠的最大功臣之一 易建联如他的模板们一样 都曾被这世界贴上软的标签 这是他们共同的性格上的软肋 但在后来的日子里 他们完成了救赎 在易建联的21年篮球生涯里 他5年的NBA生涯 艰难 短暂且平淡 偶尔的光光 也只如黑夜中滑过的流星 转瞬即逝 但哪怕是 他的美职篮生涯如此坎坷 易建联仍旧得到过 很多球员的赞赏 在2016年 28岁的易建联再次试图冲击NBA 获得胡人队青睐的时候 Coby这样评价易建联 他非常有天赋 我认为他只是不曾有机会 向人们展示他能做什么 他一直没有待在正确的体系中 Coby的评价非常到位 易建联从进入NBA第一个赛季 就开始饱受伤病折磨 5年间大伤小伤不断 公路队以极高的顺位将易建联选中 却草草将他交易走 这让很多球迷幻想 如果不是被公路队选中 如果没有那么多交易和伤病 如果能得到一名NBA第六顺位球员 应有的培养过程 易建联是否该有更绚烂的职业生涯呢 然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无论他是否挣扎过 迷惘过 还是骄傲过 闪耀过 最重要的是他来过 先有5年的NBA易建联 才有了后来中国南篮的大哥易建联 中国篮球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姚明 亦不会再有第二个易建联 那么关于本期影片 各位有什么观点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